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女儿叫小白 还有一个小儿子叫万才 我和妻子每天都要教他们学习新的智慧 比如说大海是什么 大海是一种皮质沙发 我们可以说我们舒服地躺在大海上休息 高速公路是一股强劲的风 旅行则是一种坚硬的材料 而电话就是我们吃饭用的胡椒粉 我时常告诉孩子们外面的世界很危险 有吃人的猫 还有那胸残的怪兽 只有当他们的萌芽脱落的那一天 才能像我一样开着车去外面探血 事实证明他们很听话 他们每天都会快乐地玩着我教给他们的游戏 比如说把手伸进热水里比赛谁够持久 又比如说蒙着眼睛找妈妈 再比如说用麻醉剂将自己迷晕 然后比赛谁能够更快地醒来 他们玩得如痴如醉 仿佛这世间再无踏无 我是一个乖巧的孩子 父亲时常都是这样夸奖我的 父亲每次都会把我们嬉戏的画面录下来 然后让我们一起观看 这也是我们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光了 当然了 有时候我们的快乐也需要外人的协助 而小美就是这样一个外人 小美是父亲专门给弟弟找的泄伙对象 每次小美一到我们家 弟弟就会在她的键盘上拼命地打字 直到油墨都打干了 小美才算完成任务 小美和父亲一样 她的萌芽据说也经历了脱落 所以她才能和父亲一样在外面探血 然后来到我们的家 她每次来都带了一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这也让我很是心动 小美是我从外面花钱为旺财早的女人 她的作用就是疏导欲 欲望者是万万不能压迫的太紧 要是得不到发泄就会有暴动的倾向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但是小美作为一个外来者 她的到来同时也会唤起孩子们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这就需要管教 我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们 他们其实还有着一个哥哥 但是这个哥哥就是因为不听话被我赶到了外面 整天都面临着被猫吃掉的危险 为了生化这种恐惧 我又撒费苦心的把医护划破 涂上鲜红的颜料 然后悲伤的告诉他们的哥哥被猫吃掉了 孩子们害怕极了 为了吓跑附近还有可能潜伏的猫咪 他们爬下来拼命的狗叫 事后 他们还悲伤的祭奠了她那并不存在的哥哥 怪巧的让我欣慰 自从哥哥死掉以后 我就对外面的世界特别的害怕了 今天小美又来到了我们的家 她带来了一个叫做发卡的东西 小美是个精明的女人 她一眼就看出了我眼中的渴望 她张开了腿 说是让我舔她的键盘 就把发卡送给我 于是我照做了 自那以后 小美就开始不断地和我进行这种交易 直到有一天 我用同样的方式得到了一个录像带 这个录像带里藏着如此多的词汇 以至于存在我的脑海里 挥之不去 扶之又来 我一遍又一遍地自言自语 模仿着录像带里的每一个动作 突然我才发现 曾经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如此的无趣 养狗 最大的风险 就是把别人养了一场狗 比如说小时候 你的孩子对你言听计从 突然有一天长大了 发现世界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于是他们就变成了这个世界的狗 但是这个世界给你的认知 何尝不是一种调教呢 何尝不是一个更大的丑拢呢 你敢保证 你所学的每一个词汇都准确无误吗 都大海就是大海 键盘就是键盘吗 那一天我把录像带缠在手掌上 拼命地拍打着大女儿的头颅 我挥舞着录像机狠狠地教训着小美 我甚至不让小美再踏入我们家半步 甚至下定决心让大女儿从此为她的弟弟服务 只为了把这条狗重新锁进我的丑拢 但是一切都完了 我在这个家的最后一天 我把我的键盘按照父亲的指示献给了我的弟弟 那一天我跳了一支舞 一支父亲曾经教给我的舞 旋转跳跃 我闭着眼 春宵看不见 你沉醉了没 白雪下夜 我不停歇 模糊了年岁的五娘 威胁没人看见 我知道 一个人的萌芽 她就永远不会自然掉落 除非你有勇气 把她真正的砸碎 哑铃鸡打在我的牙齿上 除了痛以外 还有一种快感 我躲进了父亲汽车的后备箱里 只听到弟弟妹妹们那熟悉的狗叫声 第二天终时到了 父亲开着车 就像往常一样驶出了家门 而我 也终将去领教领教 这充满危险的大车事件